Hello,大家好,我是二五 今天我要清理我的缝纫机 距离上次清理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月会有多少的脏东西 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 咦,先收起面线,取出底线缩心 诶,缩盒也跟着出来了 检查一下缩盒里有没有毛团 没有,还比较干净 然后拧开面板上这两个螺钉 用一毛钱硬币做扳手刚刚好 这个缝纫机很有意思 很多地方都是用一毛钱硬币做扳手的 这台缝纫机是07年入手的 在15年的时候因为堆积了太多毛团 完全不能用了 然后就拿去店里清理 花了大概50还是500块钱 我问过店里的人能不能自己清理 人家的回答是,不能 但是这不是疫情期间吗 我就想自己拆开看看哪里有毛团 哪里有毛青哪里,对吧 应该也不是很难 现在打开了 脏东西就是面料上的绒毛啊 线头啊灰尘之类的 我平时做衣服用真丝面料比较多 所以绒毛什么的会比较少 但如果经常用棉布、绒布、毛料 那种一抖能抖出好多毛的料子 就需要经常清理了 用一个没有什么毛的棉签在里面转几圈 棉签能把大团的毛团卷出来 这个过程和做棉花糖差不多 谁知道呢 往里面看有个白色的塑料齿轮 上面也会有毛团 还会和机油混在一起变成一坨好机油 需要一边拧旋钮一边找 把脚脚落落的好机油找出来 缝隙里的毛团可以用镊子夹出来 最后把缩壳和面板装回去 一般工厂的机器每天一小宝 每周一大宝 七药见色 铁药见光 原来我还嫌麻烦 但是保养好机器是一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 忠欲善骑士必先利器器嘛 别让鞋里的沙耽误了行政安慰 这期内容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